我们上一堂讲过这个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光从介质一入射到介质二的时候 它的入射角跟折射角的关系 这个是它的index of reflection 就是折射率 还有就是光在介质一跟介质二的速度 会不一样 那么还有就是光同一个光 在介质一跟介质二中它的颇长也不一样 颇长会变 就是说光线从介质一进入到介质二的时候 它的速度跟颇长都会改变 颇长这个一定要记住 颇长它是怎么样是变小 就是说从真空到一个介质 到一个折射率为N的一个介质里面 那么它的在这个介质里的颇长 要比真空里面的波长要来得小 这要记住 那么另外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就是说频率不改变 真空中的频率是F 进入到介质 到这个index of reflection 是N的介质里面 它的频率还是一样 频率不改变 所以这个关系要记住 那么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等一等会讲到 在这个薄末 经过薄末的时候它会产生干涉 从薄末里反射 或者穿涉的时候会产生干涉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名称叫做光尘 与光尘差 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什么叫做光尘呢 光尘呢 光尘就是电磁波 在T秒的时间里头 在真空中行尽的距离 叫做光尘 叫做光尘 我们现在看这两种介质 这个介质 它的折射率是N1 这个介质的折射率是N2 那么光线从真空里面 射到这两种介质里面去 那么在第一种介质里面 光速度是以V1的速度在爬 第二个介质里面的光就是V2 于是光在第一个介质里面 所跑的距离 T秒内所行尽的距离就是V1T 在第二个介质里面 它的T秒行尽的距离是V2T 假定这个叫做L1V2T叫做L2 那么L1-L2就是deltaL 现在我们去看这个关系 L1这个长度它就是V1T V1是C over N1 那么在介质2里面走过的距离 L2是V2T 那么V2是C over N2 所以这个就是C over N2T 然后我们说在这两个介质里面 T秒中它的路径差是什么 路径差那就是L2-L1 或者是L1-L2都可以了 那么这一减的话呢 就是等于这个 L2-L1 最后是等于N1-N2-N1-N1-L0 L2-L2 这个晰oso L0就是T秒钟在真空里面的光所走的距离 我们就是说这个CT我们均定要等于L0 现在我们把上面一个式子这样子看 如果N1我们当作是真空就是外面 这个N1这个Index of Reflection是1 那就是真空 它的折射率是1 N2我们当作是任意的一个介质 它的折射率就是N 那么它所走的路径我们就称它是L 那么L1因为它这个是等于在真空里面走 所以它就是L0 那么我们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那就是L 带到L等于L L2-L1 就是L-L0 那么这个呢 就是N2是N N分之一 N分之L0 减掉一分之一的L0就是L0 那这两个L0约掉 消掉 那么就得L等于L0 over N 或者是N乘上L等于L0 这个很重要 这要记起来 这要记起来 我们说过L0就是光在T秒钟的光程 光在T秒钟行进的光程 这是真空里的 定义是真空里面 光以C的速度行进T秒钟的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等于什么呢 如果也是T秒钟 它在该介质里面所走的路径 是L 那N乘L等于L0 N乘L等于L0 那因此就是说 假如这个是N的话 N的话 这个长度是L 我们就算L N2 这个L2 那么光T秒钟 从这里走到这里不是L L2长吗 这个是在介质里面走的路径 路径长 那么相当于光的光程 相当于光在真空里面走的路径 就是L0 就等于说 它在这个N1等于1的地方 所走的路径长 就是C乘T 那这个路一定要记住 光在某一个界质里面 如果它走了L长 那么它的光程 就要乘上N才是光程 因为光程的定义是光在真空里面走的路径长 这个式子就显示 这个式就显示 电磁波于T秒内在真空行进的路径长 等于在界质中行进的路径长的N倍 N倍 那么光在界质中行进的光程 为路径长的N倍 它路径是L 那么它的光程就是NL 这要记住 我们等等就会讲到 薄膜的干涉 要用到这个关系 现在我们就看干涉 与相干的光源 两个不一样的频率会产生干涉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两个不同的频率 它们之间 就是说这两道光 它们之间的相差 始终要保持一定 不一定要是零 要保持一定 那么这个光呢 我们称来叫做相干光源 叫coherent source 那么interference这个现象 一定是在coherent source 里面才会产生 如果这个光源 它没有相干性 就是说它的相差 不保持一定 一下子是这个字 一下子是那个字 那么这个相干的光 它的干涉我们看不见 我们现在看这两个是霞缝 两个霞缝 就好像一块玻璃板 我们用刀片 两个叠在一起的刀片 在那里画两道长长的一个痕迹 那这就是两个霞缝 一个叫S1 一个叫S2 这两个霞缝里头出来的光 如果是相干的话 如果是相干的话 那么我们会看到 像这个 实现所画的 这就是泼面 这就是泼面 泼面 S1的泼面是这一组 S2的泼面是这一组 两个泼面之间的距离 中间的这个 我们有时候叫它叫做泼谷 泼谷 那这两个霞缝里头出来的光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如果这是长行的 那就是圆柱的一个泼前 圆柱状的泼前 如果是点状的话 它就是球面泼 那么两个泼面 两个泼面的焦点 两个泼面的焦点 就是相长干涉 这两个泼面相长干涉 如果一个是泼面 如果在这里 像这个地方 像这个地方 那么就说 一个是泼面 就碰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正好是泼谷 一个是泼面 另外一个正好是泼谷的话 那么就是相干 相消干涉 那么因为一个强度很强 另外一个是腹脂 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灵 它有相长干涉 有相消干涉 那么这两个 如果要相干的话 相干的话 那么这两个 不是两个光源 不是哦 两个光源的话 两个独立光源 绝对不会产生 干涉 所以这两个 一定是由同一个光源 所产生 比如说我们这里 也有一个光源 产生这个圆柱火 到了这里以后呢 这是泼面 这个泼面经过它 这个泼面经过它 这两个都在同一个泼面上面 我们上次不是讲过 Hagen's principle吗 同一个泼面上的点 它都是一个光源 而且是同步光源 而且是同步光源 所以这两个是因为 同一个泼面上的点 所以它可以当作是同步光源 于是就会产生这种 相长干涉 跟相消干涉 现在我们看这个 杨氏双霞缝实验 杨氏 double slit experiment 这个是一个 两个霞缝 两个霞缝 有圆柱坡 从这里进来 然后这个是在同一个坡面 于是这里就产生两个相干的光源 这两个相干的光源呢 一个就穿 两个都射到P点的话 就是我们自己有个P点 那这个光源一定会有光线到这里 这个光源也有光线到这里 因为这个光啊 光源上都是点光源 点光源它是四面八方辐射 所以一定有一条到这里 这个也有一条到这里 于是到了这里的光呢 因为两个是相干的 它的相差是一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会产生干涉 会产生干涉 我们现在假定 这两个光源产生的光 到达P点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的光 它的电场 这个过来的叫E1 从S2过来的叫E2 那么E1E2 我们就用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波函数来表示 这时候我们只用电场 我们不学磁场 就是电场 这是它的振幅 这个是频率 这个是它的波数 就是2π over lamina 这里过来是R1长度 这里的是R2长度 那么 这两个 就是光 它所走的路径 路径长 如果这个是真空的话 路径长就是光尘 路径长就是光尘 就是光尘 OK 路径长的差 就是光尘差 那么这两个差 R2-R1 叫做ΔR 这个我们就称它 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它这个霞峰的宽度 不像我图上画的这么长 距离这么大 没有这么大 我们是为了看得见 才画这么大 我刚刚说 这两个霞峰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最粗糙的做法就是 把一个玻璃片 在蜡烛的光上面熏黑 熏黑了 它炖了一层烟灰 然后我们用刀片 两个刀片叠在一起 在那个黑色的部分上面 画两道 那个多短啊 那会不会有这么长 刀片都没这么长 对不对 所以那个短的不得了 这个距离短的不得了 如果这个长度 等于这个长度的话 那这条线几乎 跟这个垂直也跟这个垂直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角是直角 因此Delta R就是光层差 因为这是真空啊 就等于D乘上Sine Theta D乘上Sine Theta 那现在我们说 这两道光 一文跟地图 在这里产生干涉 干涉就是两个加起来 加起来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我们假定 两个坡 它的相差是这个 就是说 你把这个向 显得这个 这个 它收到这里来的这个向角 我们取绝对值 那么它就等于这个字 那这个呢 就等于K乘上Delta R Delta R是什么呢 刚刚讲过Delta R是光层差 光层差 那这个小Delta呢 它是代表向差 那这个很重要 这个关系你一定要记住 就是这里的两道光 它的向差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光层差 乘上一个K K就是2π over Lamina 2π over Lamina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个关系 记住 以后很有用 很有用 K是等于这个 K 所以 就是这个关系 你要记住 Delta等于 2π over Lamina Delta R 也等于2π over Lamina Delta D 3π over Lamina 这要紧紧的记住 好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 去看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关系 如果两个坡在P点 做完全相涨干涉 就是completely 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 我在Paul那里有讲过这个东西 那么它就形成量文 因为两个在这里产生 相涨干涉 它是最大政府 加上最大政府 所以它的政府 原来的两倍 它的亮度就是四倍的 总乎的平方 所以这是一个亮文 亮文 那么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两个光线的相差与光层差 去分别写成 分别是这样子 比如说它的相差 你看两个同相 要同相 in face 它是最大 它的这个政府 它的电厂是最大值 这个电厂最大值 这里过来的电厂也是最大值 所以它的相差呢 就同相了 同相的话那一定是什么 要不然就是零 要不然就是二拍 要不然就是四拍 要不然就是六拍 所以它是二拍乘M M呢就可以等于零 但零就不需要正负了 正负一 正负二 正负三 M等于这个 如果说就是向差 那它的路径差呢 D sine theta呢 D sine theta就等于M 因为你这个是等于Lamina 因为你这个是等于二拍 二M拍 二M拍 对不对 二M拍 要等于二拍 就是量文 如果两个是做香消干涉的 如果两个是做香消干涉的 它这个相差是多少 它out of face 就是一个最大 另外一个是最小 就是一个是波往上 另外一个波前就是往下 就是波峰是往下的 加起来 那么这个就差多少呢 差拍度 拍或者是三拍 或者是五拍 因此它就是二M加一拍 M还是这个关系 那么Delta R呢 你这个用二M加一拍 等于二拍 of Lamina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Delta R 是等于D sine theta 二M加一 乘上二分之Lamina 这个关系是 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Delta在这里 我们就得到Delta R Delta R是这个 这个要稍微记一下 如果两个光线 在P点是香涨干涉 Delta一定是M 二拍的M倍 光层差呢 就等于波长的M倍 M是整倍数 如果是暗纹 就是香消干涉 那相差是 Pi的奇数倍 Pi的奇数倍 要不然就是一Pi 要不然就是三Pi 这样 那么光层差呢 是二分之Pi的 二分之Lamina的奇数倍 香肠干涉是Lamina的整数倍 像这个 好像你们高中也都学过 但是我们底下有新的东西 这就我刚刚讲的 亮纹的条件 就是Delta R Delta R等于这个 暗纹的条件 Delta R等于 二分之Pi的奇数倍 M等于这个 M等于零的地方呢 是中央亮纹 就是这一条 两边才是 这边正一 这边负一 这个正二 这边负二等等 这个你们高中都学过 但是你们只知道 哪里是亮纹 哪里是暗纹 但是它干涉 并不是这个样子 有亮 亮纹 这个亮纹不是一条 很细很细很细的线 不是 很亮的区域 它往旁边 慢慢的亮度衰减下去 一直衰减到零 所以它是慢慢衰减 所以它的强度 并不是说 只有最强跟零 不是这样子 它有最强 最强跟零之间 它还是有强度的 还是有强度的 那这个呢 我们就要用这个 等等我们就要用物理光学来解决 就是你在哪一个地方 你的强度到底是多少 不一定是最强 也不一定是零 它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要用物理光学来做 那么首先我们就把E1 就是上面那个slit 到达P点的时候 它的波函数当作是这个 那底下 slit2 到达P点的这个 波函数 所以这个像 加上一个delta 就是说 它跟它呢 会有一个相差 这个相差不见得就是 是二π的整数倍 也不见得就是π的七数倍 它任意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这两个产生干涉 干涉就是加起来了 你用这个数学式子 就是一文加一图 你要求这个结果很难做 不是不可以做 这个用数学都很麻烦 我们就用什么 rotor 或者叫facial来做 我们就当做 到达这个 从slit1到达P点的 它的这个波函数 一零 因为它的 当作是这条 我们当作这条 那么一图呢 也是大小 也是一零 不过 它跟这个一 一文之间呢 有一个相差 delta 那我们平移过来这里 平移过来这里 这就是 两个 一文加一图嘛 一文这是一图 那这就是一文加一图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上面 就可以知道 这个P点的电厂 就这两个 两个的向量核嘛 那就是这个向量 加这个向量 等于这个向量 所以是核向量 核向量大小的平方 等于这个平方 加上这个 这个平方就是这个平方 再减掉两倍的 一零乘一零 再存在cos 这个角 这个角是π减delta 于是就等于2 这两个都是 2一零平方 提出来 一加cos delta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用背角 画成半角 不是 这个delta角 画成它的半角 我们用cos 平方 二分之delta 等于1 等于2倍的 一加cos delta 把这个带进去 把这个带进去以后 那么 就是我们用这个 三角 公式 半角 跟这个关系 那就变成这样子 EP是这样子 这EP就是π点的电场平方 10就是中央这一点的电场的平方 现在我们假设 每一个光的强度 你看 都是一零 都是一零 所以 每一道光 射到P点的时候 它的强度是 正乎的平方 就是I0 那么 第一道射到这里 P点 第二个霞峰射到这里 强度也就是这么大 因为中间这一点 它的距离一样大 那么 所以这个P 那么 我们先说 P点的强度就是 P点的电场的平方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就是 IP IP 等于你把这个 4 这个用I0带 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Intensity Maxima Maxima Intensity 这个是什么 在干涉里面的强度 乘上cos平方 二分之del 这个关系要记住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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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强度 跟delta的关系 强度跟delta的关系 那么delta 它跟c有关 delta 不是等于这个吗 可以乘上delta r吗 k是2π lm 把这个带到这个数字里面去 我们就得 IP 等于 Maxima Intensity 乘上cos平方 二分之delta 等于这个 那么它就等于I 我们令这个值叫做beta 叫做beta 好 我们要把这个要记得清清楚楚 beta等于pi over lamina D3c 那么16章 我们讲到 要设的时候 它有个alpha alpha是等于pi over lamina A3c 这个beta 这个b是什么 狭凤 两个狭凤之间的距离 将来用那个A是什么呢 A是单独一个狭凤的宽度 好 当然这两个你要一起记 比较容易记得住 好 现在你就记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这个关系 这个 ok 那么beta 是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这要记起来 好 所以说这个数字要记得清清楚楚 记得清清楚楚 好 现在我们去看强度 跟beta之间的关系 beta就是这个 pi over lamina D3c 好 那现在我们画一条线 这里是 当作这个 我们 这个轴就是beta beta的值 beta等于0的时候 在这里 ok 好 那现在我们看 beta等于0的时候 cos 0度 等于1 最强度 最强 maxima 0 好 好 当这个 beta 等于π 的时候 beta等于π beta等于π 是等于什么 负1 cos beta cosπ是负1 平方还是1 所以 π的地方 beta等于π也是最大 同样的道理 2π也是最大 3π也是最大 所以 它这个 强度 就是这样的 假定这是中央的 这条 亮线 它旁边 每个beta 每个π值 就有一个最大值 那么什么时候是0呢 这个是beta在2分之π的时候 这个是beta在2分之3π的时候 这就是beta值等于2分之π 2 2分之3π 2分之5π的时候 这强度等于0 不过你一定要记住beta是等于这个值 我们等一下把它画成θ来看 所以 所以强度 ip 随 随着 角位置θ变化 因为它是随着beta变化 beta是跟θ有关 所以随着θ变化 好 好 好 现在我们看 它的最大值 出现在 什么地方呢 最大值就是beta等于 0π 2π 3π 就是π的整数倍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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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那么我们现在 把这个 跟这个 π都约掉 那我们就得d3θ 等于m 他应该叫m的m 那m就是01234 正负值 OK 那这是强度 最大的时候 强度最大就是量稳 就是量稳 那等于0的地方就是暗稳 没有光线 没有暗稳就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 那beta等于π的七数倍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把 这个关系 把这个关系 这个跟这个 把π约掉 就是d3θ等于 2分之π的七数倍 2分之π的七数倍 这个是光纯 这就是光纯 这就是光纯茶 光纯茶等于波长的整数倍 这是相消干涨 光纯茶等于波长一半的七数倍 这是相消干涨 所以我们从这个关系就可以看到以前 你们在高中学的亮纯和暗闻 产生在什么地方 他们这个是特别的位置 如果这个θ 也不是最大 也不是最小 那这个就不是 不是这种值 它的强度是多少 我们可以求得出来 你才告诉我θθ 你要知道θθ等于什么角 在什么地方 那我就可以把那个地方的强度 求出来 现在就说我们可以 去任意一个位置的强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